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 最高赞的回答是幸福的家庭都懂得好好说话 很认同这种说法 语言是蜜糖,也是利器 好好说话能让人感到温暖舒心 反之,冷言冷语就会变成伤人的利器 好好说话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一对爱人,少批评,多理解朋友和妻子吵架了 吵架的原因是妻子手机丢了 妻子下班时临时开了一个小会 比往日接孩子晚了半小时 他坐出租车去接孩子 下车拿包时,随手把手机放在座位上 忙乱中下了车 到家才想起来他没记牌号 下车就有人上车 他猜测可能被人捡走了 拨打自己的手机号 果然手机已关机 朋友忍不住埋怨他 明知道晚了 接孩子还差那几分钟 你还赶时间干什么 后来又说什么事他都做不好 也不知道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朋友的话让妻子很生气 质问他为什么不接孩子 如果他每天去接孩子 他的手机就不会丢了 两个人各说各的理 谁也说服不了谁 丢了手机心情本来就不好 不但得不到安慰 还被人言语攻击 不吵架 才怪呢 卡奈基曾说过 批评不但不会改变事实 反而会招致愤恨 因批评而引起的羞愤 常常会使雇员 亲人和朋友的情绪大为低落 并且对应该矫正的现实情况 一点好处也没有 生活中很多夫妻之间的矛盾 就是因此产生 有话不会好好说 从来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 习惯用攻击和批判的方式来沟通 明明因为一件小事而起 却总是不停地指责 抱怨对方 明明心里想安慰对方 说出口的话 却总是加枪带棒 著名心理专家 马歇尔·卢森堡在《非暴力沟通》一书中说 也许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谈话方式是暴力的 但语言确实常常引发自己 和他人的痛苦 爱人是我们的铠甲 也是我们的软肋 他们能说最动听的情话 也能知道我们哪里最痛 有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就像钉子一样 扎到对方心里 然而吵赢了 嫁却输了 感情赢了也是输 婚姻里多用有温度的语言 少用冷言冷语 婚姻里幸福感才高 婚姻才能和谐长久 二对孩子少打击 多夸赞 以家人之名中 琪妈妈是典型的当代父母教育孩子的方式 就是贬损 说白了就是不会好好说话 琪明月自小就非常优秀 性格好 长得漂亮 成绩也好 她考了全班第二 琪妈妈作为优秀家长 在家长会 上出了风头 心里满是欢喜 但是面对琪明月 嘴里却说 她是万年老二 不如别人 下次必须考第一名 去商场买衣服 既明月选了白色的 琪妈妈说 这么干净的衣服 你穿不了 换了黑色的 她又说 年轻人穿什么黑色 她替琪明月选了件粉色的 回头又批琪明月美主件 邀请尖尖三兄妹一起吃饭 琪妈妈让琪明月点菜 琪明月犹犹豫豫豫 不知道点什么 又被妈妈训斥 她点了三样平时最爱吃的菜 琪妈妈一听又训斥 你怎么总是吃着老三样 结果 明明在同龄人眼中 很优秀的琪明月 却自上到下充斥着自卑感 在学校里永远低头功倍 判断事情犹豫不决 总担心做错事 心理学家苏珊 福沃德博士在中毒的父母中说 小孩是不会区分事实和笑话的 他们会相信 父母说的有关自己的话 并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 孩子最在意父母的话 父母对孩子的评价 在孩子那里 就像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 无法更改 有调查显示 父母言语打压下的孩子 不管多优秀 他们也会缺乏自信 他们只会怀疑自己的能力 认为自己真的什么都做不好 相反 在赞扬和鼓励中长大的孩子 表现得更加自信 阳光 更能取得大的成就 好的父母 给予孩子恰当的爱与温暖 用夸奖和鼓励的语言来教育和引导孩子 让父母的话语成 为孩子生命里的一道光 照亮孩子的心灵与未来 三对父母和颜悦色 是最顶级的孝顺 网友分享了一个他在医院看到的故事 一个中年男人陪同父亲坐在等候区 父亲等得有些焦急 催促玩手机的男人去看一下显示屏的信息 几次催促一直沉默的男人说 都说了很多次 前面有好多人 您等着就好问 也得等着 一直问凡不凡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父亲话还没说完 再次被男人打断 我知道等着难受 但别人不都在等着吗 父亲看了看中年男人 欲言又止 过了好一会儿 父亲小心翼翼地说 我的意思是害怕等的时间 太久耽误了 你上班工作 你不是还有一个合同要签吗 听到父亲的话 中年男人愣了一下 许久才吐出两个字 没事 宁可合同不签 也要陪父亲检查 可见 男人对父亲的在乎 但在言语上 他还是伤害了父亲 生活中类似这样的画面 很多人都和自己的父母上演过 网上有个调查 父母去世后 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 其中一个评论写道 我最后悔的是父母在世的时候 我没有跟他们好好说话 当他们去后 我才知道一切再也无法挽回 因为父母是我们最亲的人 也是最包容我们的人 很多时候 我们会不加控制的 把自己最真实的情绪 发泄在他们身上 著名作家石铁生 双腿瘫痪之后 脾气变得喜怒无常 经常对母亲大声吼叫 倔强地对抗他的关心 母亲去世后 石铁生才醒悟 他说 如果母亲还活着 我一定会好好对他说话 但这太奢侈了 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 丝毫也没有骄傲 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 一定要对父母好好说话 我已经懂了 但却追悔莫及 明代大如珠希说 该孝子之有深爱者 必有和气 有和气者 必有余色 有余色者 必有婉容 故事亲之计 为色男儿 色男男就男在 产生矛盾时 对父母保持一张和颜月色的脸 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不对父母发脾气 和颜月色的对待父母 才是为人子女最大的孝顺 刘振云说 人生在世 说白了 也就是和七八个人打交道 把这七八个人摆平了 你的生活就会好过起来 家是讲爱的地方 要用爱的语言来沟通交流 家从来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地方 幸福的家庭需要用心经营 好好说话 用别人听着舒服的方式说自己想说的话 你对家人说话的态度 藏着家庭的幸福度 好好说话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Contact友 refill 请多谢观看 문제가必须很感谢您的支持